请要带您来看下午一连串的最新消息 首先是中金新闻的独家 这是鼠立台北医院爆发疑似采购弊案 士林地检署指挥台北县调战人员 到鼠北医院来进行大规模的搜索 而检察官呢是接获现报 这指称呢这个鼠北医院的骨科主任 利用采购医疗器材的时候 以少报多涉嫌贪污 而且还向病患诈欺钱财 士林地检呢今天是缤分七路展开搜索 并且在下午从鼠北医院带回了一批证物 并且将涉案的骨科主任林军甫 带回台北县调战来进行征讯